第二解釋,要用後環率來解釋波環數的問題 這邊也侵蝕到波環數,它有一些特別的性質 當你在寫一個波環數的時候,就要用這些來校對 一個例子,我們用一度空間 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來表示,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講過 還繼續,我們就複習一下 這是等於 這是,P是波環數的絕對值平方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負邊函數來表示 對不對?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是什麼物理意義? 我們就複習一下,才講沒多久 這是什麼物理意義? 啊?物理意義 你看 忘掉了 對,就是說在 對,就是說 x 加上 delta x 之間的怎麼樣 發現這個例子的後環率 那我再寫另外一個公式 那我再寫另外一個公式 這代表什麼意義? 就把 把所有空間 把所有在負無限大到無限大的 後環率全部加起來 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 積分的意思就是加起來的意思嘛 我們把從 把這個例子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的所有後環率全部加起來 代表什麼意思? 就等於整個空間 我們找遍整個空間 找這個例子對不對? 一定怎麼樣? 對,一定可以找得到啦 因為他只在這個空間運動嘛對不對? 你找遍所有空間大 他一定可以找得到嘛 對,所以他後環率一定等於多少? 1還等於1 這叫什麼樣? 這叫規一化 也就是破函數 它的絕對值平方的積分 對所有空間積分 去等於1 也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得到這個例子 這樣清楚嗎? 而且只有一個例子對不對? 只有一個例子當然是1嘛 這樣清楚嗎? OK 這邊有幾個地方我要你們注意的 1有沒有單位認識? 沒有 s有沒有單位認識? 又是長度單位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量 從上一個長度單位等於1 等於變成沒有單位認識 所以它的單位認識必須是什麼? 變成長度的倒數 對,變成長度的倒數 對,變成長度的倒數 這樣清楚嗎? 所以 倒數的倒數 所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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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認識 是長度的倒數 這樣清楚嗎? 這樣清楚嗎?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 這個函數 這是平方碼 它的單根次呢? 是什麼? 是什麼? 蛤? 根號 就長度 長度的開根號 這樣看到沒有? 所以要記住 波環式是有單位認識的 波環式有單位認識的 所以以後你們在 以後你們在解那個 波環式的時候 你們就要用這個原則 去交對一下你們的波環式 對不對? 我在這邊再強調一下 波環式是有單位認識的 假如一度空間的話 一度空間的話 波環式是 一度空間的話 波環式是什麼? 是長度的開根號 分之一 如果三度空間呢 你們猜 三度空間的波環式呢 它是什麼 單位認識 體積分 體積開根號分之一 因為三度空間 這是對體積積分的 這樣看到沒有? 對 所以我們講的 這是一個波環式的特性 要記住 波環式的特性 那從這個也告訴 從這個 我以前 以前跟你們強調過很多次 就是單瓶波 單瓶場 單瓶率的波環式是不存在的 因為它沒辦法 皈依化 我們來做看看 假如是單瓶率的波 單瓶率的波 是這個波 這個單瓶率 單瓶場的波 對不對? 假如是這個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積分看看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變成是這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等於是 是不是這樣子 這進入多少? 是無限大 它沒辦法皈依化的 這樣清楚嗎? 它是沒辦法皈依化的 這是等於 等於無限大 我們已經講了一個特性 一個特性 就是波環式是有單瓶式的 而且不是怎麼樣 不是單瓶波 也不是單瓶或單瓶場的波 那我們再講另外一個特性 這個波環式要滿足怎麼樣? 波環式是手蹲嘴虧型的解 對不對? 那如果這是一個解 因為這是一個圓方式 這是兩階的圓方式 因為這是平方 這是微分兩次的 所以這是兩階的圓方式 那假設我們已經知道一個解 我們已經知道一個解 我們把這個乘上六個常數 我們在看什麼意思 你把這個 把這個圓形這個解 乘上一個常數 乘上一個常數 然後再帶進去 是不是解? 因為它是線性的 所以是解 像清楚嗎? 這也是解 解 你原先這個解 乘上任何個常數 還是解 還是哲學 正確的解 有問題 還是解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要求 它要規模化 就是真正物理的 真正一個地址的破壞 是要規模化的 但規模化就是 所有限制的 好,這樣我們要求 這個也是要規模化的 然後現在舉一個 我舉一個特別的A 好,就是說 這個函數跟這個函數 之中差一個怎麼樣? 差一個 只是函數的I成這樣一個 一個歪角 對,相位差 那這個我們叫相位係數 這個我們叫相位係數 它絕對只係1 我們看 如果這是解的話 這是解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這任何一個常數 都是解的 但我們要求它要規模化 那我們來看看 之後有沒有規模化 假如這是規模化 它也必須 一定是規模化的 多說 後來 做不容易 是 再理解 наверное 好 我們 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告诉我们说 如果原先的破完是规义化的 是原先的规义化 对不对 这个也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规义化的 讲清楚没有 那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GeoDentia Equation的结 没有特定 没有怎么样 你不能结出来的 没有特定 没有单一的结 你认得 假设有这个结 你成长这么一个怎么样 认得一个相位系数的话 都是怎么样 都还是结 我再讲一次 GeoDentia Equation的结 不是 你不是可以 你没法解除一个特定的函数出来的 那我刚才讲 假设你已经有这样 知道这个是满足怎么样 这个是GeoDentia Equation 而且是满足规义化的 这个呢 也是怎么样 也是规义化的 也都是满足的 这样清楚吗 这是另外一个 第二个 我已经讲了几个特性 我刚刚 我讲过 这是一个特性 另外这也是一个特性 那这些特性都会帮助以后 你们在 解键GeoDentia Equation的时候 要得到 只要去描述破坏数 那时候就要用到了 那我讲了两个特性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如果位能 如果位能是 N的 X的N次方 那你要算位能的话 是这样算的 我们要算位能要这样算 但我们现在 以后我们会做比较 比较完整的定义 那这个是等于 那这个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破坏数 必须要怎么样子呢 这才是怎么样 才不会发散 我想你们都知道 发散的意思嘛 对啊 你记得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破坏数 当X区间 在不无限大 区间不无限大 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下降 它下降要比这个要快 否则你这机分是发散的 这是另外一个特性 破坏数的特性 我想你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它是 Y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平方 平方所以变成多少 平方所以是 X的部的N次方 不会N次方跟这个消掉 所以 当然要比它快 不能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 这机分还是无限大 所以有时候比它快 我们叫快的意思 就下降得更快 那像这些都让你 让这些都让你去辨别 破坏数应该要怎么样 破坏数应该要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那底下要讲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非常重要对破坏数的要求 它必须是连续的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看到 有个破坏数是不连续的 你就知道这破坏数是不对的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破坏数必须连续 或者让你们先想好了 如果让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反过来想 我们说破坏数必须是连续 对不对 那表示说如果不连续的话 会发生什么不合理的现象 破坏数像 我举个例子 假设破坏数像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质量不连续 这边有个间隔 这边不连续 如果破坏数像是这样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不合理的现象 用我们刚刚所学的一些观念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怎么样 基力可以有 基力就是他觉得 只是说基力不连续而已 为什么维婚不能无限大 对啦 就是动量会变成无限大 我们来看维婚怎样定义 维婚怎样定义 在X顶这一点的维婚怎样定义 我们再复习微积分 这是微分的定义 应该都还记得吧 应该都学过微积分 这微分的定义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不连续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值是在这里的值 这里呢 我用笔的颜色好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 这个加二分解是在这里 假设这是dataS 对不对 这样清楚吧 那你知道 这值是在这边的 这值是在这边的 这两个差是多 分值是这两个差 那这两个差是多少 对不对 假设这个差 假设这个差是ips 所以这是等什么 1分除去dataS 对不对 所以上面不是等个0 分母等个0 所以等什么 等无限大 正负无限大 就看这个值是什么 那么正还是负 这样清楚吗 所以第四微分 第四微分 第四微分 叫多 叫第四微分 对不对 告诉我们 如果在不连续的地方 不连续的地方 第一次微分是无限大 第一次微分 刚刚同学有讲过 第一次微分代表什么 动量是怎么说 动量是怎么说 i分之H8 对 X为分 这无限大表示什么意思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p是多少 动量是多少 动量是无限大 这样清楚吗 让动量是无限大 是不合物 不合物理原则的 不合物理原则的 这样清楚了 就是说 破烦数 在不连续的地方 它所对应的动量是无限大的 所以如果正确的话 如果动量不能无限大的话 比如说破烦数 就必须要怎么样 破烦数 就必须要 必须是连续的 怎么样 对时间 一相同前行 对时间 就必须变成能量 变成能量 同学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以后你们可以用这个来怎么样 判断你的破烦数 对不对 或者考试 我记得好像有研究所考试 考这样的题目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特性 跟那个很类似的 破烦数 破烦数的第四分也必须要怎么样 也必须连续的 对手 就倒来 第二次维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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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维婚也必须连续的 如果未能是有限 要再加上这个条件 除非在某个地方 未能是无限大 否则第一次维婚 否则第一次维婚也要怎么样 也必须连续的 我记得我加了一个条件 假如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不连续的 我再讲一次 如果未能是有限的 如果未能是有限的 破烦数的倒来 第一次维婚必须是连续的 那如果未能在某个地方 未能是无限大的话 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不连续 我这样讲 先说 在未能等无限大的地方 破烦数的倒来是 可以不连续 其实应该就会不连续 我刚刚讲有语病 就是说在未能的无限大的地方 它倒来是就不连续的 讲清楚没有 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假设这是5' 第一次维婚的函数 然后在这个地方不连续 那其实我们那个原理 道理跟右边那个很类似 我们知道这个维婚 这维婚 是等于就右边那个一样的 等于 那这是等于 这个不是你吗 对不对 都写了没有 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两次维婚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我们来复习 这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 动能 对不对 两次维婚 从上这细数 就是动能 所以如果这个是无限大的话 表示说在这个地方的动能是什么 动能是无限大 但能量是有限的 能量 能量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能量等于是什么 对不对 能量是动能加上未能 是不是 这样知道我讲那句话了 能量是有限的 能量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未能是无限大的话 动能也必须怎么样 也必须无限大 因为动能是等于 动能是等于能量减掉未能 对不对 能量是有限的 如果未能是无限大的话 动能也必须要怎么样 也必须要无限大 这样会得没有 那未能如果是有限的话 动能也必须要怎么样 动能也必须要有限 这样好 那动能如果是有限的话 它倒来是那个 忽然是这个 这个就怎么样 就不能是无限大 这样清楚没有 那底下我跟你们介绍一个 叫做那个 后兰率流量 我们或者讲通量也可以 后兰率的流量 就牵涉到流动 牵涉到流动 那在讲这之前 讲这之前 我们先 我们先复习一下 一个我们在物理上 其实古典物理就有了 一个公司是这样 这个叫continuity equation 我们再复习一下电磁血 电磁血应该要学过了 我用电磁血 我复习一下电磁血 电磁血 电磁血 这是电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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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 怎麼樣? 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這是附設 沒有 沒有 當然這是裡頭的 這個沒有流動 流動是這個 這是什麼守恒定律? 電核守恒 對,電核守恒 那用在我們這地方呢 應該怎麼講? 這是電核守恒 這是什麼守恒 只要用在我們這地方 粒子的樹木守恒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稍微來複習一下它的物理衣 這邊我們牽涉的物理觀念是divergent 我們來複習一下 什麼叫divergent? divergent的物理是什麼? 這是電流密度 比如說 單位時間穿過單位面積流出的電量 這是電流密度 這是電流密度 那我意思說divergent是神秘 這邊是個像... 對不起 divergent 我們叫散度 散度的物理是什麼? 我們哪個同學幫我們講好不好? 你們才二年級 你們去年才學過啊 電磁學應該有學過啊 你們學過很多嘛 有散度嘛 有梯度嘛 有梯度嘛 有梯度有閃度 還有弦度嘛 所以這應該都會學的嘛 對不對齁 對齁 散度什麼物理? 蛤? 當然它牽涉到微分 當然有牽涉到變化 沒有錯啦 但是閃度有它特殊的那個 有啊 那梯度也是... 梯度也是牽涉到變化啊 弦度也都牽涉到變化啊 那閃度是什麼樣的變化啊 那閃度是什麼樣的變化啊 你們都不會假啊 來我這邊換一個... 換一個圓圈啊 就換一個小體積啦 我這邊換一個小體積 對不對齁 那當然這是位置的函數 在某一個時刻 對不對齁 它是空間點的函數 跟時間的函數嘛 就買個... 那假設這是R 這是坐標圓點 這是坐標圓點 這是我們要尋找的位置 就這個位置 那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複習 閃度就是表示什麼樣的 比如說我這個流量 從這個體積怎麼樣 從這個體積負射出去 這是閃度的意思 旋度呢 旋轉的旋轉的量 這樣清楚嗎 所以閃度就表示說 從這個小體積 從這個小體積負射出去的量 就單納時間 單納時間 負射出去的量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我們把這... 對不起 我承... 我承像一個這個 那這個呢 這項什麼意思 這項就是 在這個小體積裡頭 小體... 我們知道 多層上 這是什麼 對...DQ 這樣會那麼好 就在這個小體積裡頭 怎麼樣的電量 然後再對T為分呢 表什麼意思 就電量 在這個小體積裡 就電量的怎麼樣 的變化量 所以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 式子告訴我們說 當你有流量跑出去的時候 這個電量就會怎麼樣 這個電量就會怎麼樣 假如往外跑啊 往外跑就是正的嘛 對不對 如果是正的話 這邊兩個加起來 變成等零對不對 這邊表示說 這個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是負的 所以當你有電流 電荷跑出去的時候 裡頭的總電量就會怎麼樣 就會降低 就會減少 所以這邊是負的 這樣知道意思了沒有 假如電量守衡 假如電量守衡 必須是這樣子的 跑出去的一定怎麼樣 跑出去一定等於中間的 減少的量 這樣會了嗎 這樣知道 這公司的物理力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觀念 引申到我們現在的粒子 這是電荷守衡 那這邊變成粒子守衡 就粒子的數目是一定的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 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講過嘛 我剛剛講過 所有物理的物理的 就所有物理的 就這個粒子 它的運動的情形對不對 都已經包含在哪裡了 我剛剛才講過沒多久 已經包括在波凡數裡頭 這樣清楚嗎 就所有物理 這粒子的運動的所有訊息 已經包含在波凡數裡頭 那我們要從這波凡 我們要得到這粒子的它運動情形的話 我要得到動量的話 就要用動量所對應的 什麼樣的數學運算 來作用到這個波凡數 這個一樣 粒子的怎麼樣 它的流量已經知道了 這已經在波凡數裡頭了 我再講一次 就粒子它的流量的訊息 已經在波凡數裡頭了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現在的目的在怎麼樣 要我們一個數學的運算 把這流量怎麼樣 把它找出來 知道我沒目的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找 這一所對應的數學運算 是什麼 我這樣講清楚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找 要J怎麼樣表示 一個數學運算 用到波凡數可以得到J 我們現在來找看看 這是三度空間 這是CD ED 這是三度空間 這是一度空間的 所以底下我們要把這 這是未知的 這波凡數是知道的 所以我們先做左邊 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浩然率 浩然那個P是那個浩然數的絕對值平方 就他公共負數 他本身 那我們知道 這是有兩個凡數相乘 那我們知道 你們都會做 要個別怎麼樣 個別為分 所以我們就得到 是不是 我們就得到這個 對 我們要做這個 對時間的微分 對 第一次我們就要 利用怎麼樣 利用小墩水 可以選 對不對 這是小墩水 可以選 所以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除過去 我們就得到 這項 這項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就得到這項 那要得到這項 要得到這項 我們可以取他共二負數 我們取這個 我們取這個 那個小墩水 我取那公二負數 我們就得到 對不對 好 我們取那個 上面這個小墩水 公二負數 因為物理量 那個 衛能是物理量 是數數 好 衛能是物理量 所以他必須是數數 是怎麼到 我總共有個小墩水 還是很方便 可以選擇 你會抓去